如雕塑一般的D0,突然站起身,检验中心的铁门内,传来一些细碎的声音,检验中心主任拉开门,看到站在门外的D0,吓了一跳,检验报告,男人皱眉询问,检验中心主任呆正几秒,回过神来,将手中的报告递到他手里,D0伸手接过,翻开检验报告,浏览过前面那些复杂而繁琐的数据,视线在最后的检查报告结果上定格, 男人皱着的眉,缓缓舒展,随后又重新皱紧,删掉检查结果,任何人不得泄露半个字 是,院长陪着笑脸硬着,帝都音乐学院,音乐厅门口,此时,距离音乐会开始还有不到三十分钟,检票已经进入尾声,大部分的观众都已经入场,看到走进入口处套着西装的年轻人,女检票员迎过来,客气开口 先生,请出示您的门票 年轻人露出礼貌的微笑 对不起,我们没有票,我们是来找人的 女检票员伸手挡住他 没有门票,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去 站在后面的男人从阴影中走上前来 扯下脸上的口罩 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进去 看清对方那张俊美的脸庞 女检票员的眼睛瞬间瞪大 慕神,慕景白垂眸,注视着对方的脸 我们不会影响正常演出 深进口袋 摸出自己留的一张门票 递到慕景白面前 这个给您吧 就是位置有点靠后 谢谢 慕景白道谢结果 将口罩拉回脸上 慕景白捏着那张门票走进音乐会现场 此时 音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除了前排VIP区的一个座位 场内几乎是座无虚席 环视一眼四周 慕景白扫一眼门票 按照门票上的位子 来到倒数第二排 在靠近通道的角落入座 后台休息室 君清已经换好衣服 这会儿正坐在镜子前化妆 化好妆 对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衣裙和妆容 他笑着站起身 听到背包里手机的提示音 他转身拿过自己的背包 从里面摸出手机 看到屏幕上 显示着的十来个未接电话 君清疑惑地挑起眉毛 陌生的号码 是谁呢 房门被人敲响 一位挂着胸牌的工作人员推开门 君清 准备候场 哦 来了 将手机塞回书包 君清拉拉裙摆 走出休息室 来到音乐厅的后台入口 此时 舞台上的安东宁先生 刚好弹完一首曲子 站起身 现在 我将请出此次音乐会 唯一的一位演奏嘉宾 他就是帝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 君清小姐 幕门分开 君清脉步走上舞台 改良过的旗袍 上半身修身 竟显出女孩子优美的肩膀线条 和纤细的腰线 站在台上的女孩子 一对眼睛灵动有神 美丽儿优雅 眼前的君清 与君安年轻时的照片 有六七分神似 看到她的那一幕 坐在观众席东南角 木井白 两手紧握在一处 台上的这个女孩子 会是她寻找多年 一直没有音讯的妹妹吗 舞台上 君清微笑着 站到安东宁身侧 目光扫过最前排 VIP区 眼底闪过疑惑之色 四哥没来 现在 我将与君清小姐 一起合奏五血之冬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一次 我们要合奏的版本 是由君清小姐改编版本 非常特别 希望大家喜欢 君清与她一起 向众人行礼 走到对面的钢琴前坐下 目光不经意地 扫过东北角路口处 远远就见昏暗的灯光下 站着一个人 尽管隔着一段距离 光线也不够亮 她依旧认出 那个高大熟悉的身影 她的四哥来了 看到地灵的瞬间 君清的眼睛 顿时染上亮色 唇角发自内心的 向上仰起来 安东尼回她一个微笑 君清微笑着抬起手指 如天真孩童 食指一下一下弹过情剑 台下的观众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都是一脸惊讶 坐在角落的木井白 也是微微挑眉 两只老虎 台上 君清两手抬起 同时落上情剑 一片行云流水的旋律 随之流淌而出 对面 安东尼先生也加入合奏 用另一个声部与她重奏 下午的时候已经排练过数次 两个人的演奏十分默契 改编和全新的合奏方式 让这首风靡世界的名曲 不仅让人耳目一新 而且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震撼力 此起彼伏的琴声 演奏出一篇荡气回肠的冬日之歌 进入尾声 安东尼先生 抬起两手离开情剑 将最后的演奏 交给君清 入口处和观众洗脚落 蒂林和木井白 同时带头鼓掌 木井白一脸赞许 蒂林的眼睛里 写满骄傲 回到后台回廊 走在前面的安东尼先生 停下脚步 君小姐 非常感谢你的精彩演出 这是我的荣幸 希望我们以后 还有机会合作 安东尼笑着伸过手掌 想要与君清拥抱 不等君清回应 一只手掌已经伸过来 拉着他的胳膊 君清转过脸 看到站在身侧的蒂林 脸上的笑容 越发灿烂几分 四哥 将手中的花束交给他 蒂林伸过右手 接住安东尼 原本想要拥抱君清 伸到半空的手掌 非常感谢安东尼先生的精彩演出 不过 我现在要带妹妹离开 安东尼先生 笑着耸耸肩膀 当然 再见 向安东尼先生摆摆手 君清拉住蒂林的胳膊 将他带进自己的休息室 蒂林解开衣扣 将西装外套披到他肩上 收拾起桌上的东西 装进他的背包 提起背包转过身 大手轻轻地俯过他的小脸 男人的语气温柔而生沉 饿了吧 想吃什么 君清抬起脸 对上蒂林的视线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眼前的蒂林 有点怪怪的 四哥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烤肉怎么样 蒂林略意沉吟 或者你不是喜欢吃小龙虾的 四哥请你好不好 小龙虾 以前蒂林 可是一向不喜欢他吃这种东西的 说是不卫生也不健康 四哥 到底怎么了 算了 蒂林伸过右手 捉住他的小手 将那只软软的小手紧紧握在掌心 我们上车再商量 蒂林始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在自说自话 牵着君清走到门口 他伸手将门拉开 门外 赫然站着木槿白 蒂林停下脚步 莫眸眯起 门外的木槿白 微扬下巴 两个男人的目光 隔空对在一处 目光落在木槿白脸上 君清眼里也染上惊讶之色 穆先生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要和你谈 木槿白微微眯眯眼睛 毫不回避地对着蒂林的视线 缓缓加上三个字 单独谈 蒂林星眸眯起 牵着君清的手指又收紧几分 他现在没有时间 说完这句 他拉着他要走 木槿白侧身上前一步 挡住他的去路 我相信 如果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他一定会戳出时间 蒂林深吸口气 眼波里已经有波涛暗涌 让开 木槿白的语气 和他一样霸道乖章 不让 君清感觉到 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气氛 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一脸疑惑 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 君清 木槿白的目光越过蒂林的肩膀 落在君清脸上 我来找你 是因为 不等对方把话说完 蒂林已经迈出房门 用肩膀将木槿白挤开 拉着君清大步走出房门 蒂林 木槿白怒吓 你站住 蒂林没有站住 反而越走越快 四个 君清小跑着追赶着他的脚步 到底怎么回事 蒂林你给我站住 木槿白怒吓一声 皱眉追过来 此时 恰好有观众 到后台来给安东宁献上鲜花 看到木槿白 一个女生尖叫着捂住嘴 阿木神 大家都认出木槿白 一冲而上 激动地围住他 木神 您怎么在这儿 您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看到二人从音乐听出来 等在副驾驶座上的陆文青 跳下车子 不等他拉开车门 蒂林已经一把 将后座门拉开 将军倾塞进去 自己也跟着入座 一把拉紧车门 开车 司机吓了一跳 忙着将车子启动 君清还没坐稳 惯性之下 身子前倾 蒂林 你给我停下 停车 车窗外 传来木槿白声音 此时 他已经从出口追出来 正飞奔着追向车侧 蒂林坐回原地 脸在车子的阴影处 沉默不语 后视镜里 木槿白越来越远 很快就被车子甩在后面 汽车驶出音乐学院的大门 驶上车道 深吸口气 蒂林闭了闭眼睛 缓缓开口 停车 司机没有听清 依旧在继续前行 蒂林猛地抬起脸 怒吼出声 停车 车子向右侧并线 在路边杀停 蒂林抬起两手 撑住额头 手指滑进发丝间 抓住短发 是不是最近没睡好 头疼了 军青伸过手掌 将他的手从头上拉下来 温柔地用手指按揉着他的太阳穴 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我帮你按摩一下 抬手拉下他的小手 蒂林转过脸 语气如阴天无风的海 低沉无比 你不想知道 木槿白为什么一直追着你吗 我当然想 但是 军青甜甜地弯起唇角 四哥的事情更重要 现在他更担心 是他出了什么事 而不是木槿白 为什么追着他 蒂林的眉间 重重一跳 握着他手掌的大手 控制不住地颤了颤 对不起青青 四哥不是 想要阻止你 我只是 只是想要晚一点 哪怕过完这个周末 哪怕明天早上 哪怕只是等我们吃完这顿饭 十五岁 被父亲安排到海上 二十岁退役 这五年 蒂林九死一生 曾经无数次再与死神擦肩则过 从来不知道 害怕为何物 这辈子 有限的几次害怕 都是因为军青 他十三岁 发烧晕倒住院 他怕过一次 他十五岁 参加高中军训 受训的基地附近发生泥石流 他怕过一次 他十七岁 从楼梯上摔下来 昏迷数晚 医生一度以为 他有可能不会再醒过来 他怕过一次 这是第四次 因为他害怕 不是害怕他出事 而是害怕失去他 军青看到这样的地灵 手臂伸过来 军青安慰地拍拍男人 结实的后背 没关系 不管发生什么事 青青都会和四哥一起面对 我们一定能扛过去 青青 地灵伸过手臂 将他抱紧 男人的手臂 收得很紧 似乎是恨不得 将他揉进他的骨肉 荣为一个 军青的骨头 都被他勒得有点疼 却没有反抗 只是任他抱着 小手安抚地 抚着他脑后的头发 在他耳边轻柔安慰 雪亮的车灯 缓过车子后封挡 另一辆车从车侧超过 在马路上打横杀停 挡在地灵的车前 地灵深吸口气 松开拥着女孩子的胳膊 从西装内代理取出化验报告 递到军青面前 报告结果折在一起 军青疑惑地翻开 只看 到上面的化验报告几个字 目光透过车窗 看着从前面车子上跳下来 大步走过来的木槿白 他青阳下巴 他是你哥哥 青哥哥 此时 木槿白已经冲过来 拉住车子的后车门拉手 车门锁着 他没有拉开 抬起手掌重重地拍打着车窗 开门 司机坐在驾驶座上 询问地转过脸看向地灵 地灵没出声 伸过右手 拉开自己一侧的车门 钻出车子 绕过车身 木槿白缩回手掌 转过身 正色看着他 今天 我必须和他谈 地灵伸手拉住车门 司机忙着将门锁打开 将车门拉开 弯身帮军清解开安全带 将他扶到车下 地灵伸过两手 将军青身上他的外套拉紧 语气温柔 你们好好谈 要是以前的事情想不起来 千万别着急 四哥会帮你的 扶着军青的肩膀 将他送到木槿白的车侧 地灵亲自帮他拉开车门 弯出手臂护住车门上方 事发突然 此时军青的脑子里也是一团乱 四哥 别怕 地灵扯出一个微笑 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 他不会伤害你的 看看跟过来的木槿白 军青灵敏唇 地灵微笑着帮他把微乱的头发里顺 有事给四哥打电话 四哥马上过来 军青点头 地灵扶着车门 目光深沉地注视他几秒 强迫自己直起身 关好车门 转身面对走过来的木槿白 男人的脸上只剩下一片轻旺 十点之前送他回家 丢下这八个子 他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子 两手紧握着 一路上都没不敢回头 生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情绪 阻止木槿白将他带走 十年间 他把军青像掌上明珠一样捧着 护着宠着 现在却不得不拱手他人 如何舍得 军青眉头皱紧 拉开安全带 钻出车子 军青踩着高跟鞋 奔回地灵身侧 听到脚步声 地灵缓缓转过脸 看到他眉间扬起 轻轻 军青站在他面前 皱着眉毛扬起小脸 四哥 我们回家吧 大手扶住他的肩膀 地灵抬眸看一眼远处的车子 怎么了 我 军青扫一眼远处的车子 如果他们真的想找我回去 也不用等到现在 不是那样的 地灵侧身 从车上取出档案袋 送到他手里 相信四哥 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你 他们一直在找你 身为哥哥的木槿白 一直没有忘记过 母亲和妹妹 每年军青生日那天 他都会用不同的方式 为妹妹庆祝生日 包括他的成名曲 My sister 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不是确定这一点 地灵也不会放心的 把军青交给木槿白 乖 听话 大手拥住他的肩膀 地灵轻轻将他转过身 将他送到站在不远处的 木槿白面前 木槿白伸过右手 掌心里静静地躺着那串贝壳手链 你还记得这个吗 伸过右手 从他手上拿过那串手链 捧到眼前 军青抬起手掌 轻轻抚过上面的贝壳 妈妈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送给大白哥哥 当然可以 不过 这个要到邮局打包才可以啊 模糊的光影在脑海中闪过 军青的视线落在木槿白的脸 你是大白哥哥 事隔十几年 再一次听到这熟悉的称呼 饶氏 一向清冷 如木槿白 也是嘴唇轻颤 你还记得哥哥 我收集了很多照片和东西 你一定记得的 他微笑着 向他伸过右手 跟哥哥回家 我拿给你看 好不好 军青注视木槿白片刻 锤在身侧的手掌动了动 又有点犹豫 将他的样子收在眼里 地灵抬手抓住他的手腕 将他的手放到木槿白手上 去吧 地灵站在原地没动 注视着那辆车子调整好方向 汇入车流 男人的心 如同被人硬生生扯走一半 空荡荡地疼起来 陆文青站在车侧 也是眉头皱紧 见地灵一直站着没动 他心疼地走过来 先生上车吧 地灵转过身 钻进车子后座 紫禁公寓 木槿白推开门 微笑开口 青青 快进来 军青跟着他走进门厅 环视一眼四周 这套房子是以前 爸妈没离婚的时候住的地方 木槿白拉着他走进客厅 你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这儿 你还记得吗 不等军青回答 他又自己摇摇头 都是哥哥太着急了 那时你还想哪里记得 对了 我去看看有什么喝的 木槿白快步奔进餐厅 军青没有做 而是迈步走过来 站到满满挂着照片的墙壁前 墙壁上 无一例外都是他和母亲的照片 当然 是小时候的他 粉粉嫩嫩的小鹰儿 穿着连体裤的小宝宝 吃东西的他 哭的他 笑的他 木槿白捧着两杯饮料出来 没看到沙发上的人 心头一紧 转脸看到他站在墙壁前 稍松口气 我这里只有果汁和牛奶 你喝什么 军青眯着眼睛凑近墙上母亲的照片 这是妈妈 对 她是大提琴演奏家 注视着墙上的照片 那些儿时的记忆 一点点地浮上心头 她记起母亲 那个美丽儿优雅的女人 总喜欢在黄昏时坐在阳台上拉琴 她就坐在旁边一边玩一边听 我想起来了 妈妈最喜欢拉的就是天鹅 还有 她想不出来名字 索性轻轻地哼出旋律 木槿白与她一起哼 十四季 没错 就是这个 军青笑起来 注视着女孩子的笑脸 木槿白也是露出笑容 你笑起来和妈妈很像 军青的目光重新落在墙上 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些照片 那些破碎模糊的记忆 也渐渐地开始清除完整 她记起好多事 记起母亲 记起她在乐团里 颠着小脚弹钢琴 记起一个白衣少年 背着她在沙滩上奔跑 那少年的脸 渐渐与眼前的木槿白重合 那是她的大白哥哥 每年放假 她都会去看母亲和她 母亲有演出的时候 都是她在后台陪她 两人一边看照片 一边聊起小时候的事情 聊着聊着 军青突然伸手抓住木槿白的右手 翻过她的掌心 男人的食指根部 有一部细小的疤痕 那是她帮她做手工的时候 不小心弄伤的 男孩子一手的血 还在安慰她 上前一步 她伸手拥住木槿白的肩膀 哥 对不起 我刚刚不是不想认你 我只是记不清楚了 木槿白轻轻拥住她的肩膀 语气宠溺 我明白 轻轻 告诉哥 这些年 你都在哪 两人一起坐到沙发上 军青就向木槿白简单说明 她如何被 海盗抓到岛上 地灵又如何把她带回来 那妈妈呢 军青的眼前闪过血色 想起母亲死去的那一幕 她缓缓地垂下长睫毛 她死了 所以 你一个人在海盗的岛上 木槿白的没 心疼得骤警 都是哥哥不好 我应该早点找你回来的 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独身一人 在那些凶神恶煞之间 她甚至不敢去想 她是如何挺过那几年 一想到这些 木槿白就心疼得无以复回 对此 军青反倒比她更坎然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不提她 说起来 这里就你一个人住啊 爸爸呢 军青的目光再次落在照片墙上 我怎么没看到她的照片 她 男人笑容怜起 语气转朗 我们不在一起坐 军青还要再问 木槿白已经站起身 都这么晚了 你肯定饿了吧 想吃什么宵夜 我让尹南买一点送过来 军青扫一眼万表 时间显示已经是午夜十一点多 想到地灵在车上的表现 军青皱眉起身 我该回家了 书房内 地灵再一次从书桌边站起身 来到窗边 探向通往大宅的马路 男人捏着笔的右手突然收紧 啪 黑色万宝龙签字笔 应声断成两截 将笔丢进垃圾桶 他一把抓过桌上的手机 打开拨号键盘 手指在一号键上悬念熟秒 又无力地将手机摔在桌上 转身大步走出书房 穿过廊盗 路过军青的房间 地灵停下脚步 有一熟秒 他伸手扶住门把手 将门轻轻推开 右手伸过去 轻车熟路地暗亮大灯 枕边那个泰迪熊玩偶 是他刚到地家的时候 他送给他的 有些地方都磨损了 他好几次说要买一个新的给他 他总是不肯 那是四哥送我的第一个礼物 我要留着 伸过大手 将那只已经半旧的玩偶拿过来 地灵无力地坐到床边 抓着熊的手掌一点点地收紧 窗外 闪过灯光 隐约有引擎声传进来 男人猛地站起身 剑步冲到窗边 看到驶进院子的车子 男人唇脚扬起 转身大步冲出房门 一路急奔下楼 汽车停在大宅正门前的台阶下 军青和木景白分头钻出车门 轻轻 门内 传来地灵的声音 军青和木景白同时转过脸 视线中 高大的身影飞奔着冲出门厅 门口的灯光 映亮男人的身影 黑袭裤 黑衬衫 怀里抱着一只半人高的大熊 木景白的视线从地灵的脸上 一道大熊身上 墨眸眯起 微微皱眉 大男人抱着一只熊 四哥 军青的视线也落在那只熊上 眼神中也有些错愕 木景白不清楚那只熊的来历 他却最清楚 轻轻你好好休闲 哥哥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好 军青笑应 大白哥 路上开车慢点 大白哥 地灵微微皱眉 这才几个小时 就叫得这么清热了 目送木景白的车子离开 军青转过身 疑惑询问 四哥抱我的熊大马 地灵轻轻咳嗽一声 我只是帮你整理一下房间 两人一起走进客厅 地灵努力让语气显得随意 你们两个谈得还好吗 我看到了好多我小时候的照片 还有妈妈的照片 还有我和大白哥的照片 我想起好多事情 军青抓着他的胳膊 眉飞色舞 语气激动 四哥 现在我也有亲人了 大白哥很疼我的 他不是不找我 这些年 他一直在找我的 他的那首成名曲 也是为我写的 这些原本是地灵希望的 他真的不想他再失望而回 可是 听他一口一个大白哥 男人的心底深处 却生腾起浓烈的酸涩 努力控制住情绪 地灵语气温柔 这么晚了 你一定饿了吧 我让管家做点宵夜给你 不用 路上的时候 大白哥怕我 特意买了点心 给我 军青话未说完 就见管家在地灵身后 像他又是眨眼 又是弩嘴的做眼色 他还没有看明白 地灵已经抽回 被他拉着的胳膊 你大白哥 不是让你早点休息 你还不去睡觉 感觉到他的情绪不对 军青抬眸 审视的 看向地灵的脸 四哥 你是不是不高兴 地灵注意到自己的失态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亲人 心下激动 当然在所难免 更何况 那本来就是他哥哥 本来就比他更亲近 他知道现在他不应该生气 不应该嫉妒 应该为他高兴 但是他装不出来 他演不下去 早点休闲 低语一声 男人大步走上楼梯 吴小姐 管家走过来 压着声音小声提醒 先生怕您回来 呃 特意让庸人包了您爱吃三鲜的馄饨 先生他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 军青的心猛地抽紧 怪不得刚当他问他饿不饿 还说让庸人做宵夜给他吃 他不但不领情 还说什么吃过点心 军青你这个笨蛋 你让庸人煮两碗馄饨 送到楼上的小厅 向管家吩咐一句 他抱着大雄快步上楼 走进书房 只见灯亮着 闻见凌乱地摊在桌子上 不见地灵人影 军青抱着大雄来到他的卧室 还是不见地灵 这家伙果然是生气了 他转身奔上三楼 来到健身房外 健身房的门虚掩着 有击打声清楚地传出来 军青轻轻推开虚掩的门 果然见地灵背对着门站在沙袋前 一下一下机着沙袋 手上连拳套都没带 这家伙 万一受伤怎么办 四哥 军青惊呼出声 你快停下 地灵充耳不闻 反而将拳头更重地砸在沙袋上 军青急了 大步冲过来 他横身挡在沙袋和地灵之间 别打了 看到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军青 地灵惊得双眸瞪大 上前一步 连人带雄一起抱住 他以最快的速度转身 被他击出去的沙袋 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当回来 重重撞在男人背上 地灵站在原地 硬硬挨了这一撞 感觉着后背上沉闷的疼痛 他皱眉怒喝 不要命了 抱着大雄转过身 军青只给他一个后背 反正四哥也不理我 我死了活该 他抱着熊就走 地灵皱眉追过来 挡住他 胡扯 我什么时候不理你 刚才 他的脸埋在大雄的后颈 瘟声瘟气地透着委屈 我没有不理你 我只是 地灵深吸口气 嫉妒 嫉妒 军青心思电转 这么说他不是在生气 他是在吃醋 连他亲哥哥的醋都吃 这家伙 对他有这么强的占有欲吗 我不信 他在大雄后面故意试探 我知道 四哥就是不想要我了 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不想要你了 军青夸张地吸吸鼻子 那你还把我交给大白哥 你是不是想把我送走 四哥快说啊 告诉我 你没有想送我走 告诉我 你想一辈子霸占我 告诉我你喜欢我 是那种想要占有的喜欢 两手抓着熊 军青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回应 臭丫头哭了 地灵心下担心 抬起手掌 一把将他面前的大熊拿开 你听四哥解释 四哥 军青根本没料到 他会突然这样举动 还没有来得及把眼睛挤红 就已经对上他的眼睛 四目相对 对上小丫头明亮的眼睛 地灵只气得皱眉 小骗子根本没哭 军青 只是想要骗骗他 试探一下他 在他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 谁想到被对方识破 军青只能讨好的笑 四哥 我不是骗你 我 抓着熊 地灵转身就走 四哥 军青追过来 地灵停下脚步转过身 军青刚要解释 眼前光影一暗 地灵直接将大熊塞到他怀里 他本能地抱住熊 他则转身大步走出健身房 四哥 军青抱着熊追过来 一路冲到楼梯边 心里着急 右脚踏空 身体失去平衡 从顶层台阶上扑摔下来 军青惊呼出声 慌乱之中 他只来得及缩起身子 闭上眼睛 此时 地灵已经走到楼角转脸处 听到身后的惊叫声 他担心转脸 眼看着一个人影飞扑着摔下楼梯 来人想也未想 足间在楼梯上一顿 飞升而起 在他摔到楼梯上之前 用自己的身体当肉垫接住他 军青重重地摔过来 原本以为这一摔肯定会摔得很重 哪想到 落下来的时候 身子下面竟然是软绵绵的 还挺有弹性 他疑惑地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地灵熟悉的脸 这会儿 他正趴在男人胸口 刚刚接过他的 是地灵这个人肉地垫 顾不得后背撞击的疼痛 地灵慌乱地直起身 扶住他的胳膊 有没有受伤 哪里疼 男人脸色苍白 声音都因为紧张发颤 俊脸上是军青从未见过的慌乱 眼前的男人 真的是他熟悉的那个 泰山压顶也不变色的地灵骂 军青一时失神 见他两眼呆呆地看着他不出声 地灵的心猛地抽紧 一把将他抱起来 他大步冲下楼梯 人就大喊出声 来人啊 叫救护车 不 直接准备车子 快点来人啊 上次 军青从楼梯上摔下来 昏迷数日 差点没醒过来 现在想起 地灵还心有余悸 四哥 军青回过神来 扶住地灵的肩膀 我没事 别动 地灵抱着他 大步冲向车库 四哥马上送你去医院 你不会有事的 四哥保证 四哥 军青抬手抓住他的衣领 从男人怀里撑起身 你冷静点 我真的没事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 男人停下脚步 皱着眉 看向他的脸 军青从他怀里跳下来 笑着晃晃胳膊和腿 你看 我真的没事 头不疼 不疼 不晕 一点也不晕 地灵两手扶住他的肩膀 将女孩子从头看到脚 又从脚看到头 确实他真的没有受伤 提着的心终于落回原地 地灵一把将他拉到怀里 紧紧抱住 都是四哥不好 以后四哥再也不会不理你 再也不对你发脾气 军青身臂拥住他的腰身 才不是 都是青青不好 四哥 我让庸人煮了馄饨 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 你不是吃过点心了 我又饿了 不行吗 抱住他的胳膊 军青拉拉他的胳膊 四哥 快走啊 饭后 两人重新下楼 踩着草地走向人工湖的方向 踩着沙滩前行 看着夜色之下起伏的湖水 一男一女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往事 各自怀着心事 彼此都是沉默着 没有出声 地灵停下脚步 终于开口 那天我们一起开樱花的时候 找我的客人就是你哥 当时我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我不能确定 他是不是你的亲人 我不想让你失望难过 军青点头 我明白 我没怪你 地灵清吸口气 欲言又止 天凉了 回去吧 见他转身走向房门口的方向 军青咬咬唇 终于按捺不住开口 四哥希望我留下吗 他当然想 可是那样做 未免太过自私 在走廊里停下脚步 地灵转过身 重新回到他面前 如果四哥让你留下 你会留下吗 会 军青答得毫不犹豫 地灵动容 随后 唇角扬起 他的小丫头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大手抬起来 轻抚着女孩子娇嫩的面颊 男人的眼前 闪过这十年的点点滴滴 四哥不会这样要求你 这件事情应该你自己做决定 男人扬着唇角 笑得宠溺 你只要记住 不管到什么时候 这里都是你家 不管是谁欺负你 给四哥打电话 四哥随叫随到 他的语气中 已经有几分道别的味道 军青听到耳中 心里也是一片酸楚 四哥 我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四哥都支持你 我有点累 先睡了 转身 蒂灵大步走进房中 军青盯着那扇紧闭的房门 向前迈出右脚 又缓缓缩回去 蒂灵说得没错 他应该自己来决定 第二天 两人准时来到穆景白订好的餐厅 看到军青 穆景白笑着迎过来 殷勤地帮他拉椅子 穆景白直入主题 这次请蒂先生过来 就是想要和您谈谈亲亲的事情 我想把他接过来和我一起住 蒂灵轻吸口气 缓缓吐出两个字 不行 他后悔了 他改变主意了 他就是要把他留下 听到这个答案 穆景白的眉重重一跳 军青也是错愕地转过脸 眼神中带着几分惊讶落在蒂灵脸上 四哥 改变主意了 深吸口气 穆景白努力保持着语气的客气 蒂先生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 轻轻上下学不太方便 音乐学院隔壁小区是我开发的 比你近 清清喜欢唱歌 我可以教他 我可以为他请全世界最好的老师 蒂先生 穆景白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 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 我非常感激蒂先生 这些年对清清的照顾 也知道 你舍不得清清离开的心情 你知道什么 蒂灵也从椅子上站起身 声调陡然升高 你知道他不喜欢吃九层塔吗 你知道他对头包过敏吗 你知道如果他睡觉前不喝水 第二天会喉咙不舒服吗 这些我确实不知道 穆景白深吸口气 正因为如此 我才想要照顾他 这些年来 饱受失去亲人之苦 好不容易找到君清 穆景白只恨不得 用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君清 以补偿这些年来对妹妹的亏欠 他不需要你照顾 他应该和家人在一起 我是他哥 我是他亲哥 地铃皱着眉 一时无言 你们两个不吵行不行 君清气恼地瞪一眼二人 又揉下声音 在我眼里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很开心 有两个哥哥宠着我 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吵架 要不然 我会难过 两个男人同时一共目光 将女孩子为难的表情 收以眼里 心下都是一阵自责 只是 在各自的领域 都是翻云覆雨的人物 谁也不想在另一个人面前示入 至于以后的事情 我已经想好了 一会儿吃完饭 我单独和你们谈 君清捏起餐具 看看身侧的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 垂下睫毛 乖乖将自己的餐具拿起来 第一份牛排放到君清面前 地铃很自然的 伸手将他的盘子拿过去 你右手有伤 我帮你切 对面 木槿白听说君清有伤 担心地抬起脸 抓住他的右手手腕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句 他不是问君清 而是在质问地铃 大白哥 你别误会 君清迅速将手抽回来 笑着解释 这是我自己弄伤的 我再问他 木槿白瞪视着对面的地铃 地先生 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地铃皱着眉 语气平静 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让他割碗自杀 你就是这样照顾他的 地铃真疯 相对 让一个四岁的孩子 一个人面对母亲的死 你就是这样当哥哥的 这两个家伙 怎么又吵起来了 君清拉拉木槿白的衣袖 大白哥 木槿白皱着眉 不肯认步 这一次 他必须说清楚 君清又拉拉地铃的衣袖 四哥 地铃的语气 和木槿白同样的强势 我也想听听他怎么解释 两个幼稚鬼 君清趴地放下餐具 从椅子上站起身 你们吵 我走 软得不行 他只能来硬的 轻轻 两个男人顾不得和对方斗气 同时起身追过来 一左一右抓住他的胳膊 地铃皱着眉 瞪向木槿白 你马上放开他 木槿白挑眉对上他的视线 该放手的是你 好了 君清甩开两人的胳膊 转身对上二人 现在 你们两个谁也不许出声 全听我的 两个男人站在原地 都是安静下来 君清清吸口气 温柔开口 四哥 你先下楼 我和大白哥单独谈谈 再来找你 地铃侧眸 看向木槿白 语气强势 我不管你是谁 任何人都休想 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木槿白并没有被男人的气势压倒 他不是你的所有物 他有权利选择他自己的人生 地铃还要再说什么 君清已经冲过来挡住他 四哥 你说过 让我自己选的 对上女孩子 那对明亮的眼睛 地铃咬了咬后牙 猛地转身 大步冲出餐厅 听着男人摔门去的声音 君清心疼地皱眉 将他的表情收在眼里 木槿白走上前来 扶住他的胳膊 清清别害怕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以后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男人的字里行间 都透着爱和保护 体会着面前 木槿白的心情 君清扬起唇角 向他露出一个感动又歉意的笑 对不起大白哥 我不能跟你走 木槿白 威恶恶 如果你是怕他 我不是怕他 将木槿白 牵到桌边坐下 君清拉过椅子 在他面前坐下 我知道 大白哥想要好好照顾我 想要让我过得快乐幸福 但是 我真的不能跟你走 木槿白皱着眉 是帝灵要求你的 不 君清再次摇头 你不了解他 他不是那么自私的人 他拿过自己的小包 从里面取出帝灵 给他的检验报告 递到木槿白手里 这是四个连夜找到我的血样 拿到的DNA报告 从我刚到帝家的时候 他就一直想要 帮我找到家人 好多次都是找错了 想起小时候的往事 君清深吸口气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最后一次 我是哭着回来的 回来的路上 四哥抱着我说 再也不找了 以后他要当我哥哥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 不管到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抛弃我 上次他之所以 没有让我见你 就是害怕 这一次又是弄错 怕我难过 木槿白垂眸 注视着手中的那一份检测报告 目光也是变得深沉起来 为了让我相信你 四哥还查了你的事情 那天晚上是他告诉我 你们一直在找我 尤其是大白哥你 从来放弃我 我才会跟你回去的 听君清说明这些之后 木槿白也是生出几分懊恼 看来是我误会他了 那家伙就是这样 君清耸耸肩膀 无论他做再多的事情 他也不会说出来 更不会讨好任何人 以后你多了解他 你就知道了 木槿白轻轻点头 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心 轻轻 你真的要留下 你 我 感谢观看